兩毛住在我身上 豬來豬來 那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問題 大家都說 你現在你的經營模式 如果不是兩毛住在我身上 豬來買單 你就是肉 啊 那個東西是什麼 那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東西 事實上我是把它稱為利益重音樂 剛才我剛才在說 你在賣什麼 我在賣什麼 我們兩個來跟我的東西跟你講什麼 你的東西跟我講什麼 大家利益重音樂 利益重音樂 沒有 隨時 因為我們這個名字 豬來買單 叫做豬的也沒有 真的很罪 所以應該這樣啦 以前我們說 羊毛住在羊身上 有實用者誤會這就是 現在這個意思就是說 實用者可以誤會 另外有人幫你誤錢 對 加好空啊 全世界台湾有這個事情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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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台灣幾十年前就有了 那時候我也常去 我在台北算 這一方面的 很早的消費者 當我發現說 全世界哪有這麼多人啊 有心在說我啊 我就在你們學問 現在還要有 現在幾個部署還要補答很多了 有一個大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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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在聽了出來 來 慢慢說就是 這是酒店啦 是 台北有酒 台灣有酒店 你應該是 三十幾年前的事情 是 去酒店的時候 我們去 酒是我們買的 我出錢嘛 對不對 我發錢嘛 我出錢嘛 我出錢 小姐就要來這裡拿的嘛 小姐來這裡 台北也是我出錢嘛 他在酒 他就喝我們的酒 他在 酒是我買的 他如果減喝一杯 我覺得也很辛苦 因為這個就好像很不舒服 他要吃我們喝 他要吃我們喝 我們就給他喝了 我在想說 全世界哪有這麼高昂 提錢去買酒 提錢去請人來倒喝 我一罐酒 我生意哪有這麼好做 那個就是 楊毛住在我身上 住 我去那邊當住 不來不去 所以 這樣一搶通了以後 好 我要去 我要去 全世界給你這麼高昂 再三不五歲 不行就倒了